前段时间,李亚鹏因为经商欠下了4000万的巨额,一度引发了网络热议,被曝光的录音中可以看出来,李亚鹏已经到了非常绝望的地步,近日,李亚鹏与新女友海哈金官宣产子。 就当众人都为其送上祝福时,其女儿李烟却突然在社交平台晒出了一张黄昏的照片,并配文,黄昏是我一天中视力最差的时候,而此话的更深含义则是最爱你的人,你却看不到。 这不禁让人好奇,难道李烟对父亲以及新女友表达不满,毕竟李亚鹏的举动实在不是一个好爸爸,众所周知,李烟是一个从小就患有纯恶劣的孩子,瑞茨。 李亚鹏与王妃一同创立了燕燃基金会,当初她刚和新女友在一起,就迫不及待地让李烟退出燕燃基金会,近一周,李亚鹏的新女友海哈金加入基金会。 多次以女主人身份主导捐款事宜,李燕则被无情送去七千公里外的瑞士留学,身为父亲的李亚鹏,正在享受着一家三口的幸福温暖生活,这也不禁让人好奇。 李亚鹏是不是就趁着女儿外出上学,所以才赶快与小娇妻结婚生子呢? 2012年的一次商业活动上,本来是李亚鹏的主场,王妃对这件事毫不知情,只是在台下等待李亚鹏活动结束,没想到这里面还有着该死的惊喜,王妃还没有反应过来。 就被李亚鹏格外热情地请上了台,虽然生气,但也不能当众给丈夫难堪,王妃只能穿着马甲匆忙上台,当时是一个钻戒品牌赞助的,青年艺术节现场,李亚鹏为了活跃气氛。 在现场拉着王妃秀起了恩爱,拿着主办方的戒指,对妻子一番深情输出,王妃在一旁满脸尴尬,随后的一个大惊喜,差点让王妃当场走人,他把钻石盒放在一个透明的箱子里。 还在里面放满了活着的蝴蝶,等他讲完前面那堆废话,李亚鹏还安排了一个自以为很浪漫的放飞蝴蝶的环节。 结果蝴蝶因为被门了太久,只飞了两下就全摔在了地上。 李亚鹏满不在乎地继续介绍产品,王妃则心疼地捡起蝴蝶,王妃本来就是信佛之人,杀生一定是他最不想看到的事情,王妃则心疼地捡起蝴蝶,然后一个人黑着脸离开了。 这样类似的事情多了,别说王妃了,神仙都没了耐心。 同样都是王妃前任,为何谢霆锋身家60亿,李亚鹏却连区区4000万都还不起。 1999年,李亚鹏开了一家网站喜宴,专门为婚礼服务的公司,但因为太早入手互联网,并没有多少经验,所以没开多久就倒闭了。 之后李亚鹏把目光投向了互联网行业,创办了一个婚恋网站,不能说这个网站不赚钱,只是赚钱的速度远远赶不上投资的化销。 10个月之后,这个被李亚鹏寄予厚望的网站,彻底关门大吉。 2017年,李亚鹏豪制30亿投资郑州中国文股项目,2019年,他花费8亿静态干州4块地体使用权,并投入61亿,之后李亚鹏先后创办杂志,创办传媒公司等等,无一例外都失败了赔了不少的钱。 2005年,李亚鹏与王妃一起,吃8000万巨资,在上海开了一家夜店。 但没想到还没坚持几年,就因为亏损严重而被迫停业,年初还有狗仔派到他开400万的豪车,与小娇旗狂逛奢侈品店。 一边哭穷说拿不出钱,一边拿几十亿开发新项目。 李亚鹏不是还不起,而是压根就不想还。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。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 再见。 谢谢。 谢谢